怎么了,美女? 老板,你帮我看一下 就是,你看之前欠我的账了 我去问账,她没法给我,她就给我黄金 她说底调了,你帮我看一下真假 这都是底调的吗? 对 今天她没钱给你了,就给你一把黄金 对 两年了,她两年前将我借的 去问她要的,没法给 就是不知道 你帮我看一下真假 真假 可以 这看着好像都不假 都是她底仗比给你的吗? 对 哇,那真不少啊,她欠你多少钱? 两万多 两万多? 嗯,帮我看一下 哇,小金条 报复 可以,欠你两万多,她给你这么多黄金吗? 对 我给你称一下吧 我给你称一下大概有多种 不应该吧 那千一两万多怎么可能会给你这么多黄金 你知道你这有多少颗吗? 你这148克 你先问一下,回去问一下是不是你朋友的 她把这些黄金都抵给你看 是不是她自己的? 这是她自己的金子 是她自己的啊,她说 她自己的金子怎么可能会给你这么多呢? 你知道你这加起来有多少颗吗? 有148克 有148克,接近三两了 论金来的话,接近三两 现在黄金一克,接近四百 你那么多黄金 你值钱的话 大概能值六万多啊 她欠你两万 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黄金? 不会是她,不是她自己的吧 你看这上面还有女士的项链呢 吊坠呢 耳环呢,戒指什么等等 不要她拿着别人的再给你抵账啊 你要小心点 这个不好说啊 还有你这些东西都是 有小孩带的,有大人带的 这宝宝锁啊,什么之类的 都有 我给你看看一下 你这么多黄金啊 她不讲 都是真的 但是你回去要跟她 再确定一下 是不是她自己的 不要拿着别人的黄金给你抵账 到后来肯定是要有事情的 是不是 对,回头我还麻烦了 对,你要回去问她一下 这黄金可不少 之下来有将近148克 价值六万 她该你两万的话 不应该给你这么多黄金 嗯 知道吧 给你50克就够了 是不是 嗯 你回去最好问一下 不要弄掉 好的 好的 谢谢老板啊 这给你的太多了